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给一只小狗剃脚底毛 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剃脚底毛 其实剃脚底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 现在目前大家在家里的都是地板的地面或者是磁砖的地面 那这样的地面相对呢 比较光滑 那狗在跑的过程中可能会容易滑倒 滑倒的过程可能容易有扭伤的现象 那么剃脚底毛会非常有效的防止狗滑倒 那么同时呢 它又可以防止大量细菌在脚底部的滋生 那么今天我们就详细介绍一下脚底毛的剃的方法 那么剃脚底毛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电碱 那这个要叫电推 那我手里拿的是一款非常流行的品牌的电推 对 那么这一款电推正常的也就是100多块钱左右的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去把狗的脚底毛推干净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小狗 我们要轻轻的用一只手抓住单侧的前脚 同时用自己的腋下轻轻的接触到小狗 然后让小狗的头部尽可能在我们的身后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轻轻的把小狗的脚抬起来 不要抬太高 回去 然后一点一点 把超出脚底的毛慢慢的推干净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小狗有不听话或者不舒适 我们可以重新调整一下 尽量把身子压低 尽量压低 哎 后脚呢 可能相对要更简单一些 用同样的方式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 不要把推刀过深的伸入到脚趾之间 这样容易把脚趾与脚趾之间的连接踢破 同时也尽可能不要把你的手抬得过高 如果小狗的四肢离开桌面太高的距离 它会有不舒适感和不安全感 在小狗有不舒适的时候 及时关掉电推 以免伤到小狗或伤到其他地方的毛发 OK 这样大家在自己的家里也可以把小狗的脚地板处理干净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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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